十家事 十家事 我有看過一下 他說十家事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增加量能 那其實我稍微算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講好了 他最後的那6天 事實上是增加不出來 譬如我們假定說1月16號人訂的 既然1月16 1月15號人訂得多 那少了4天 那4天事實上以現在 如果都不去做任何的調配 事實上他是用不到 他就會後面的6天 大概1月11號到1月16號 的人訂了14天的人 所變成10天之後 多出來的4天 防疫旅館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用 除非當然 我不能排除說後面就越過年 過年之後 願意在防疫旅館待的人 那個不算以外 事實上是用不到 所以他就像在台北市在講說 所以就空那4天也沒用 就有這種情形 可是 1月1號到1月10號 1月1號到1月4號 他們本來用的時間都會越過 我們假定說 1月10號好了 1月10號會訂到1月16號 換掉下一批人 進來就1月17號 那加15天或14天就不太好用 那比如說1月8號 我們再加15天 那等於就是1月8號加1月23號 那那個房間他就沒辦法用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改成10加4的話 他1月8號進來的人 他就租到1月19號 對不對 加了11天 變19號 那20號到31號 那就可以用了 換句話說 他會多控4天 是可能不好用的 就是比較落在過年之後 會跟過年時間 混在一起 可是1月1號到1月10號的 他會變成可以做 兩輪 他本來只能做一輪 可是1月10號到1月 1月1號到1月10號的那10天 他可以變成做兩輪 做兩輪的10天 所以有10天的時間 他會多出6天來 因為兩輪是20天 一輪是14天 換句話說 旅館的收入就會多6天 那後面的1月11號到1月16號的 他就會少4天的收入 如果兩邊訂房的人數是一樣多的話 就房間數是一樣多 多的話 那大概就會 可以賺到兩天的錢 我這樣講 一個房間可以多兩天的錢 所以他是有效益的 那約瑞可以多出提供大概將近1萬間 在熱門的時間 1月1號到1月31號 可以多提供出1萬間出來 那這個是不用說 特別的去把現在人去調來調 過去 就是以現在已經訂好的 那只要是1月3號 1月4號 1月5號這些人 訂成變時間的10天的話 他後面就會空出一輪來 所以對於收收入是會有一點點的幫助 對於提供的房間數也會有增加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再另外看一個題目 就是說 那並不是所有人都會14天 減到10天 因為回來4天 那天還有一些居家 捷運的規定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符合 所以說如果把那個 他假定是7成人可以這樣做 可以做的人都一定會 幾乎都一定會去做 你可以回家去居家捷運 絕對不會想要 留在防疫旅館裡面 所以那個大家都會 那假定是說可以這樣做 的人 符合這樣條件只有7成 那也可以多出差不多1.4天 出來 有這樣講 不知道大家 應該會知道吧 好 OK 主管好 兩題想請教 就是扣掉這59萬劑的AZ 那原本國內 還有多少AZ疫苗的庫存 那另外一題是想請教說 防疫旅館如果 真用教育會館的等官方資源的話 那如果會館空房散落在各個縣市 對 需求量大的雙北桃園 原水可以救得了近火嗎 因為這樣也可能會 需要比較大的運輸量 什麼 第二個問題我沒聽清楚 怎麼樣 就是防疫旅館如果真用教育會館等官方資源 然後這些會館的空房是散落在各個縣市 的話 那對需求量大的雙北桃園 原水能救得了近火嗎 因為這樣可能也會 需要比較大的那個運輸量 當然目前來講 這些要真用 這是有它的困難 然後因為短期的使用 加上有一些地方竟然沒有在用 那對有一些整修的問題 那不過我們仍然也會 去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其實散佈在全省 這也是 一件蠻好的事情 它使用可以比較均勻 那台北市 台北市事實上我們現在在 2萬6800件裡面 它佔了9381件 所以在台北市的市民而言 基本上 它相對的提供是足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並不在 就是說 就是台北 就是台北市的量不足 是台北市太多於 非台北市的人會進到台北市裡面來做 居家檢疫 那中間要來做轉移地點的時候 那增加 交通的一個負擔 那目前在 那新北市倒是沒有 新北市本身只有2752 家 那台北有9381家 所以是台北市有到時候要怎麼樣 輸送外縣市病人的問題 那中央 就會來跟台北市一起來談